这一天呢 陈警官带着儿子小翔搬进了一栋老宅 入住那天小翔发现楼上有一个人影在向他招手 他害怕的赶紧跑到爸爸身后 之后房东领他们参观了这栋房子 再过一个月 这栋老宅就要被拆迁了 其他人早就已经搬走了 只剩下最后一家住户 余辉还没搬走 原来余辉的妻子半身不随 不方便行动 所以呢 他才没有搬离这里 而刚刚小翔看到的人影是余辉的女儿 小翔这才放下心来 余辉一家恰好就住在陈警官家对面 站在阳台就可以看见他家的一举一动 但小翔发现余辉的女儿总是盯着自己 他第一天就被吓得不清 所以整天关着门不出去 而余辉呢 也像看不见新邻居一样 从来不和陈警官打招呼 每天忙着照顾妻子 为他熬要剪头发 这天小翔放学回家 在楼道里看见了余辉的女儿 他让小翔陪他一起玩 并带着他去到街道上的一家照相馆 之后小翔就失踪了 陈警官在周围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于是呢 他到余辉家去询问 可是余辉却说自己根本没有女儿 这下陈警官彻底懵了 他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呢 开始监视余辉的一举一动 这天呢 他趁着余辉下楼盗药渣 悄悄溜进了他的房间 看见余辉的妻子泡在药水里 俨然已经死亡多时 当他还在震惊时 余辉回来了 悄无声息地站在身后打晕了他 等程警官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了起来 而余辉在一旁为妻子涂指甲油 静静地说着发生的趣事 原来呀 余辉的妻子因患癌 已经死了两年多了 但他不肯接受妻子已经死去的事实 他相信只要每天用中药为妻子泡洗 他体内的癌细胞就会被清除 这样妻子就可以醒过来了 余辉说 还有三天妻子就会醒来 为了不让陈警官把他当成神经病 出去泄露他的秘密 三天后他才会放了陈警官 在这期间 余辉为陈警官治疗了突发的哮喘 每天服侍他吃饭洗澡 还去帮他找过儿子 但始终没有找到 为了让他放过自己 陈警官不断地刺激他 反复告诉他 他妻子已经死了 余辉依旧固执地等到了第三天 但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 不出所料 等了许久 妻子始终没有醒来 此时因为陈警官失踪太久 警察开始找上门询问 一开始被余辉搪塞过去 但后来警察直接闯入了余辉家 将他抓走 并用棺材将他妻子抬走处理 余辉不甘心地追过去 却被一辆车给撞飞 护士跟陈警官说 余辉的妻子虽然已经死了两年 但很奇怪的是 他的头发和指甲还在一直生长 之后呢 陈警官送余辉和他妻子的尸体 回家乡 当地医生跟他说 余辉曾经也患了癌 三年前 他妻子就是用这种方法 将他治愈的 所以他才相信这种方法 也可以复活妻子吧 至于陈警官的儿子 最后完好的回到了家中 或许这几天 他在那间照相馆 只是经历了一场梦吧 而那个小女孩 是三年前余辉妻子打下的胎儿 在过去的三年里 余辉每天都像神经病一样 守候着妻子 虽然三年时间 让一家人经历了生离死别 但最后一家三口 还是以这种方式团聚了 在另一个世界 他们不会再分开 三年时间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忘记 而他们一天天熬了过来 偏执和神经质的爱 让这对夫妻熬过了所有苦难 虽然最后余辉没有等到妻子的复活 但他们的爱却带进了坟墓 埋入了土里 永不消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开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留言